感受生活 品闻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梁燕 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和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在近期热播剧《都挺好》中 演员姚晨饰演的苏明玉 让大家又疼又爱 一个倔强 犀利 精明干练 又富有正义感的职场精英 却在原生家庭的各种矛盾冲突中 一次次受伤 最终在内心深处 选择沉默 妥协和逃避 这样一个极具反差感的角色 被姚晨饰演的鲜活逼真 今天的十分深度 一起走进演员姚晨 和她的角色苏明玉 明玉的弱点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明玉是这样一个人 她不会轻易地向你展现她的软肋 金贵来了 老于你搞什么名堂 老您为什么还没有被裁掉 我姓仙 叫仙女就好了 在电视剧《都挺好》中 由姚晨饰演的苏明玉 成为关注和讨论的焦点 这个小时候缺乏家庭关爱与重视 长大后凭借自己努力 在事业上取得成功 依然要面对复杂的家庭生活与麻烦的剧中人物 一出场就是冷漠的 葬礼上打电话 与自己二哥吵架毫不留情面 但随着剧情闪回过去 揭示出了这份冷漠来自家庭的伤害 以及人物身上的复杂性 我记得刚开始看剧本的时候 上来就是在母亲的葬礼上 宋明玉一脸冷漠地玩的手机 他一下就勾起了我 作为一个创作者的好奇心 我想观众也会在那个时候 被勾起一个好奇心 就是说什么样的人 会在自己的母亲的葬礼上 玩手机 一脸冷漠 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就觉得它不同于以往 很多的影视剧 对人物的写法 它没有上来就让它是一个小白兔 很隐忍的一个状态 没有它上来就已经是一个 伤痕累累的一个小兽 电视剧创作期间 姚晨和导演反复斟酌 名誉表面所呈现的冷漠之外 更深层次的东西 因为过去原生家庭的伤害 它身上具有冷漠专断的性格缺陷 但从家里家外 苏明玉默默买回老宅 为苏家摆平了大大小小的变故 不发工资给辞退员工 又体现出了它独立名士里的一面 人性中黑暗与光明的两面 让苏明玉这个角色更加真实 我并不希望它是一个传统意义上 人们理解的那种想当然的女精英 可能它甚至是反精英的 它就是一个非常鲜活的人 我觉得这个一定是前提 它身上应该甚至是有江湖气的 江湖气是我们对这个人物 在创作中的给它的注入的一部分 家庭给它带来的这些问题 是它很小的时候就学会察言观色 所以它非常适合做销售 做销售很多时候是跟经销商打交道 收牌就是跟三教九流打交道 什么样的人你都会碰见 也因此在宿命运上 有时候会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这也是非常真实的一面 于是在开机前 姚晨进行了一段 不一样的体验生活 她托朋友及剧组 找了几家做精工的企业 与几位销售总监聊天 待在一起喝酒吃饭 观察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些状态 主要是观察他们 在生活中的一些状态 包括更多时候就听他们 跟你讲述他们的世界观 他们的价值观 包括他们的情感观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创作过程 你也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 这个职业的共性 同时又看到他们不一样的差异性 开始拍摄后的一段时间 是姚晨最焦虑的阶段 大致角色的表演 小致头发 眉毛的造型 要和明玉这个角色融为一体 在创作中要考虑的东西有很多 我自己觉得很好玩的这个过程是 你跟着苏明玉 真的走到她的那个生活当中去 面对的各种各样的人物关系 然后你把自己对人生的理解 把自己对生活的理解 全部都融到这个当中去了 原来的小说里头的苏明玉 它是可能更加的冷酷的 我觉得这个冷 它不应该是只是在表面上的 它不应该只是在皮像上的一种冷 冷的基调当中去找到暖色 是我一直在这个创作过程中 不断想解决的问题 对一些演员来说 现实主义题材中的角色 离观众生活越近也更难塑造 对姚晨来说 塑造名誉是一块难啃的骨头 但越是走近这个角色 一定是自己生命中的某一部分 跟这个角色产生了勾连 我觉得一个好的演员 他应该是对自己生活的这个环境 对这个世界是应该有一份关心的 走到很多地方去 看到很多的事情 才会让你的眼界是打开的 你在回到你的职业当中来 去塑造那些角色的时候 你才能真正地放到这个角色当中去 你才能真的去演一个大活人 否则他可能就是很扁平的 像个纸片人 2006年 姚晨凭借情景喜剧《武林外传》中的 郭芙蓉一角被观众熟知 之后在《潜伏》里出演翠萍 演技大获好评 但在这之后 他很少接戏了 回到了生活 淡出了迎评 给自己留出了更多思考的时间 喜剧成就了我 也反过来局限了我 我被贴上了诸多和喜剧有关的标签 但没人比我更了解自己 作为一个职业演员 我不可能固步自封 我需要不断去尝试各种类型的角色 开拓自身表演的其他可能性 这才是一个演员正确的打开方式 可能比如像小时候我创作角色 我会说 这可能吗 这可能发生吗 这个人不会说这个话吧 然后我会用姚晨的思维去套他 我会觉得说 他应该说什么样什么样的 其实这个就是我的事业 比较狭窄的那个时期 就是我比较幼稚和单薄的那个时期 我并不了解这个世间 有那么多信心色色的人 甚至他的价值观都是 很多种多样的 当你了解得越多 你对这个世界了解得越透彻 你也才能对你的角色 了解得更通透 近几年对于女性视角的现实题材作品 姚晨很关注 2018年 他在电影《找到你》中出演丢失了孩子的母亲 角色蜷蜇地精准到位 有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和思考 他对自己的生活 表演和工作的圈子 有了更多的认知 他认为作为一个演员 从没有把自己定型过 还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好奇心 这也是他进一步创作的动力 我觉得当代女性是非常勇敢的 她们敢于说不 敢于做自己 不依附也不盲从 有追求自己梦想的勇气 很多当代女性 她们一方面可以承担起 照顾家庭的责任 又能在社会当中去寻找自我价值 所以我觉得作为影视创作者 你应该去演绎她们的故事 她们的故事也值得被讲述出来 爸要是傻了 要不然你就把爸送到养老院 要不然你就在那屋 弄个大铁链子 把我拴不住 你这下来说什么呀你 咱们明天就去上海 上海不行 我们就去北京 再不及咱们就去国外 我给你找最好的医生 不行 这病治也好 虽说影视作品 并不能为生活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但姚晨饰演的苏明玉等女性角色 一定程度上给女性更好地 面对职场和生活提供了建议 近几年 姚晨成立了坏兔子营业 目的也是为了能够再多做出一些 有价值 有社会意义的艺术作品 真正写给女性的剧本是太少了 能够继续做一些探讨女性的艺术作品 一起来改变这样的一个现状 这样我们才能离探讨人性更进一步 确实是你在成长 角色也在成长和改变 如果你自己的成长都是一个停滞的状态 你是不可能让你再塑造的角色 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 当你演了一个好角色的时候 角色的对人生很多思考 它又会反过来 关照着你自己 就是你也会从中 得到很多启示 然后可能也会选择放过自己 塑造角色 成就自己 这是姚晨的职业感悟 也是她未来的努力方向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获取更多文化资讯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文化时分公众号 参与互动不仅有机会 迎娶演出门票或文创产品 还能参加我们的线下活动 有机会与您喜爱的艺术家面对面